除蟲消毒公司拿起设备进行除蟲 但要切记除蟲之后不能马上进入室内 否则就像高雄有一户人家 去年10月委托除蟲业者来家里除蟲 没想到业者竟然使用零化旅农药进行薰针 一家四口都中毒 其中四岁的小妹妹 还出现急性窘迫症候群和肺炎 抢救一天之后寻告不治 熊姐认为业者没有专业证书 因过失致死罪起诉 其他业者也表示这种零化旅是有毒农药 不可以使用在室内 应该使用其他环境用药取代 喷洒药剂时也不应该有人留在屋子里 没有取得薰针的执照的话 我们都是用灌注或者是喷洒方式 没想到只是雏虫却赔上了一条无辜性命 业者如今被起诉 专家表示民众消毒时也要和药剂保持适当距离 消毒之后也不要马上进入室内 避免吸入太多有毒气体造成身体健康危害 华氏新闻蔡孟俊徐静一高雄报导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CH52华氏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